欢迎收看无线7点半一小时新闻 我是容佳瑶 今晚的主要新闻有 海关第一次破获制建工场 犯罪集团自制无牌烟当私烟埋 杨润鸿说期望在两至三个月之内 可以安排带红猫来到香港 新闻的详细内容 海关第一次堵破非法制烟工场 相信有私烟集团自设生产线 制作无牌烟充当私烟供应本地市场 在行动当中检获1亿2千万的制烟工具 原材料和制成品 海关第一次堵破的制烟工场 位于楼浮山 有完整生产线和大量制烟材料 海关形容生产线的机器相当复杂 需要多人同时操作 包括要人手汇入烟丝 再切割泪嘴 卷烟等多个步骤 制成后放入市面常见香烟品牌的烟盒里面 海关星期三先在敏感度货柜场 堵破一个大型私烟储存仓库 减获940万支合装私烟 又找到近千万支散装滑损位的香烟 加上承载的纸皮箱有宜 海关追查到楼浮山一个铁皮仓库 堵破制烟工场 当时无人在一边 这条私烟生产线的投资相当庞大 首先 这条生产线是位于一个大型而密封的组合屋里面 而这个组合屋是被大量工业用的隔音棉包围着 也都会利用位于这个仓库顶的太阳能板 进行部分的供电 相信是为了逃避 因为高用电量而引起执法人员的怀疑 我们推测 这条生产线是由一些二手机器重新组装而成 集团成员在外地 走私这批二手的制烟机器进入香港 并由专业的技术人员重新组装 以及管理整个生产的过程 何关相信生产线运作时间短 也因为未有足够的烟丝而暂时停运 我们之前的严谓打击 在不同的层面打击这个私烟走私 可能他们尝试在这里设置这个私烟生产的工场 就是企图去稳定管理私烟市场的供应 今次这个案件我们相信已经重重打击私烟集团的收入来源 何关说制烟工场这里为生环境恶劣 欠缺消毒措施和品质监管 不排除吸食了这批私烟 对身体健康又严重影响 何关说这批私烟未有流出市面 一旦成功将会逃税大约8200万 暂时拉了四个人 分别是货车司机和工人 不排除集团多达十几人 会从多方面追查 无私利司机就一旦结认不到 海关堵破私烟工场 有报反就认为反映私烟猖绝 要求政府加强打击 而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就建议加重罚质 首次堵破制烟工场 据了解工场生产的香烟 是冒充内地其中一个品牌 消息指减获的烟盒 烟纸和真的没有太大分别 不排除有人供应相关物资 制成品的包装 没有本港的警告提示 相信主打私烟市场 加了两次税之后 去到差不多超过百元 消费者基本上在现在的经济环境 其实就很难觉得有什么能力 去吃这些烟水烟 营运而生就是这帮私烟 烟民不小心吃了 第一就是犯法 第二对身体也都非常大影响 做私人太多 他们多到基本上都无处不在 海关根本没有足够人手 去应付他们 第二位其实都有提过 关于一些不同的国家 或者地区加烟税的时候 他们需要留心 其实他们跟周边的地区 那个烟税会不会距离很远 如果那个价格距离很远的时间 而那个地区接驳又很方便的话 如果大幅增加烟税 会令到这些私烟 其实有机会猖绝 起码在这方面都是加大宣传 在他们在购买方面 减低他们的需求 而令到私烟的进口情况 或者一些不法分子生产的情况 起码可以减低 今年自至五月底 海关一共检获1亿8千万支的私烟 市值7亿7千万 迫获的案件达到7400多宗 拘捕近7千人 为了打击私烟 新政府计划引入原税香烟标签制度 又建议纳入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 最高罚款上调到200万和监禁7年 执法部门尤其是海关 他们的执法的力度 是真的十分之到位的 亦都看到打击这些私烟的成效 是非常显著的 所以最近政府除了打击之外 亦都我们要在源头方面 在政策方面 我们都要做一些功夫去配合 即是我们不能单靠海关 在下游方面去做打击 加重刑罚 其实真的有阻吓的作用 如果我们希望立法会能够通过 相信对打击私烟的罪行 一定是有效的 即是你会看看成本和代价 他又呼吁英文尽早戒烟 母线司机载一流进入报道 转讲讲将军傲三岁小孩的绑架案 两个女人被控绑架罪 早早提堂 两个人还压到九月再讯 两个被告早早由警车 压送到东区裁判法院认讯 他们分别是本地女人梁丽华 和持双情症的内地女人蝕珊珊 同样38岁和暴清无业 被控一行绑架罪 警方星期五 压届内地女被告 去到犯案现场重组案情 控罪说两个人星期三 在将军澳广场二楼 以武力方式 将一个男童 在违反他意愿之下带走 意图取得用来交换他释放的 赎金或者利益 两个人无需答辩 主任裁判官苏文龙应控方申请 将案件压后去到九月23日再讯 内地被告薛珊珊未有申请保释 而梁丽华申请保释带给他 两个人保留每8天保释覆核权利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长期报道 行政长官明天将会启程到四川 商讨中央送大红猫来香港的安排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就说 期望在两至三个月之内 可以安排大红猫来香港 中央在送陈一对大红猫给香港 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夫人李林丽占 星期日启程到四川商讨有关安排 随行的包括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 他说将会讨论运送和检疫等工作 他说海洋公园也要做好准备 包括红猫馆要做什么改动 选定大红猫之后 要了解他们的饮食、生活习惯等 此以明明 他说要考虑大红猫本身是否有名 如果有机会 都希望香港举办改名活动 让市民参与 而今次也会趁机向内地部门表达 想有大红猫在香港出生 我们本身是有一点经验 但是在繁殖下一代的时候 我们暂时还没有一些成功的个案出现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 我相信香港人大部分人都很想见到 有一只红猫在香港出生 他相信大红猫来香港 可以吸引旅客到访 无线电视记者周恩恩报道 英国大选之后变天 工党党灰施己燃成为新手上 而新内阁举行第一次会议 拘捕新政府第一项工作 是撤回上届政府将非法入境者 遣送牢旺达的政策 英国新任首相施己燃 入主唐宁街10号之后 随即开始工作 施己燃的新内阁星期六早上首次开会 26名国员当中 多数是工党在野时期的影子内阁成员 当中有11名女性 是英国历尼女性国员最多的内阁 包括工党副党会 韦瓦兰出任副首相 兼地方发展 住房与社区大臣 财商由英伦银行前经济学家 李夫斯担任 是英国首位女性 出任这个职位 他强调恢复经济增长 是新政府的核心任务 同时鼓励年轻女性追求梦想 打破限制 至于国防大臣由欺利担任 内政大臣是故以为 外交大臣由拉米担任 他早前接受新华社访问 说工党若果胜出大选 会寻求加强对话关系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导 新政府首项工作 是撤销上届政府将非法入境者 遣送盧瓦达的政策 报导引述工党消息人士说 有关政策实际上已经死亡 不过有分析认为 要找到应对偷盗者的新办法 是施己言面临的一大压力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报导 先上次回来还会报导 天文台最高录得34度 最平最热的小鼠纪录 伊朗总统选举 改革派的佩泽希齐阳胜出 中俄自贺 而欧美就未有回应 回来7点半新闻时间 今天是24节戏当中的小鼠 天文台最高录得34度 最平最热的小鼠纪录 南区的尺处 最高录得35.5度 泳滩的温度更加高 俗语化小鼠大鼠无温子 来到沙滩可以尽情日光浴 上水全港最热达36.6度 元朗最高都录得34.9度 下午局部地区录获几阵骚雨 但都帮不了散热 热得很微焗 不停不停在那里吸汗 下了雨 然后就有太阳蒸发 那你就会更加觉得热 下午各区普遍在33度或以上 天文台也录得34度 最平2016年小鼠最热纪录 亦都是天文台140年来录得最热的小鼠 小鼠过一日热三分 代表天气开始炎热 到7月下旬会到大雪 会不会吃清凉一点的 刚才卖到西瓜了 除了西瓜 中医说吃冬瓜、黄瓜和苦瓜 一样有消暑清热的功效 但设计饮冻饰 或者将冷气调到很低温 因为暑气的时候 人体的毛孔是张开的 所以当你很热 回到家的时候 就不要立即冲一个冻水凉了 如果不然我们会将冷的空气 就闭合在皮肤里面 我们这些叫中阴鼠 中阴鼠不同阳鼠 它就会觉得头痛 有低烧 还有好像有些轻微的感冒感 中医师又建议夏天 尽量避免吃辛辣的野食 例如是烧烤 因为有机会容易加重心火 令人烦躁不安 母线This case一定结盈不得 会展举行国际教育及职业展 有性学顾问就说 近年到海外升学的人数增多 提醒学生 选科除了要兴趣 也都要看未来想做些什么职业 中学文凭市月中放榜 不少学生到香港国际教育及职业展 拿升学资讯 有学生明年才考文凭市 都来做定资料搜集 有学生就倾向留在香港升学 展览即日起一年 一年两日举行 由香港、内地和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1000间院校、教育机构等参与 提供本地及海内外升学和进修资讯 凌致超过40场升学及就业专题讲座 有性学顾问机构负责人说 近年海外升学需求多了 以英国最受欢迎 也都提醒学生选科要审慎 你一选错科 你将来要兜回一条路走 其实就会兜回冤枉路 所以你要很identify到自己是真的想读什么科 想自己的career的铺牌是怎样 然后再加上就是看一下究竟 当然也要看一下究竟对面收的分 你的能力是怎样 大会议节有职业广场 超过50个政府部门和公私营机构 提供超过2000个职业空缺 无线电视记者南豪杰报导 国际民横大学预科课程 即是IP放访 全港有20多个考生成为状元 和去年差不多 拔萃南书院今年有4人 考获45分满分 大部分计划收读医科或者法律 他就想读政治和历史 过去这几年尤其是国际之间 见到太多乱象出现 那就启发了我去读Politics 去尝试去用我的知识 去解决一些现实最迫切的问题 今届发生怀疑了闭个案 由亚洲考生在考试结束之后 随即在社交平台分享试题 令欧美等地考生可以提早预览题目 由状元相信 举办考试的国际文憑组织 会适当处理 当然会觉得有点不公平 但我觉得主要是考试期 那段时间 首先保持冷静 专注自己 因为这是你唯一可以控制的事情 有七家学校的英基学校协会 共有17个人考获状元 护江维多利亚学校 有两人考到满分 盛事提反书院就有一个状元 三位考获44分的榜眼 校生说相比文憑市 即是DSE IP课程更要求主动学习和互动能力 但有个共通点 就是一样要面对考试压力 要接受到一个错试 要明白人总会犯错 也没有可能一帆风信 读书 自己反而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以前的我就会因为一些很小的错失 而很自责 而给很多压力自己 其实我现在就明白到这样 是反而害了自己的 IP的学生 他们最迟今个月尾要回复校方 他们打算在本地还是海外升读大学 无线电视机者 郑希敏报导 国际方面 伊朗总统选举改革派的前卫生部长 佩泽希齐阳胜出 中俄元首足和他当选 至于欧美暂时就未有回应 网上片段见到有伊朗民众上界 慶祝佩泽希齐阳当选 不少是年轻人 伊朗总统选举星期五 举行第二轮投票 选举委员会说 一共收到超过三千万张选票 投票率大约五成 高过首轮投票的四成 其中佩泽希齐阳得票率大约是五成三 超过对手贾莉尼的四成四 69岁的佩泽希齐阳 是今次选举唯一改革派候选人 他在社交平台说 前方的道路不平坦 呼吁民众陪伴和信任他 深藏外科医生出身的 佩泽希齐阳 做过卫生部长 五次当选国会议员 他承诺出进务实外交政策 呼吁和西方大国谈判 重启2015年伊朗核协议 透过限制核计划 换取西方放宽制裁 并且承诺出进伊朗社会自由 和政治多元化 他曾经说过 投根法说不应该有针对女性的非人道行为 不过佩泽希齐阳曾经说 不会对抗最高精神领袖 哈梅内依的政策 外界对于他上台之后 在落实改革方面持保留态度 有分析说 预料他无法推动重大政策改变 但可以影响伊朗内外政策 甚至哈梅内依的继任人选 今年五月 时任总统来希 罪机身亡令到原定明年举行的总统选举要推前 佩泽希齐阳要等待宪法监户委员会认可 以及哈梅内依颁发任职输 才正式成为总统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他知赫电 说愿意和佩泽希齐阳 引领中意全面战略火盆关系向中心推进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祝贺他当选 母纤电视记者朱晓隆佩德 中国新任驻简报寨大使汪文斌离身 汪文斌星期五晚抵达金边国际机场 获简报寨外交部里斌斯 副司长柏多拉 中国驻简报寨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迎接 汪文斌在机场发表讲话 华出任第18任中国驻简报寨大使 深感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53岁的汪文斌曾出任中国驻特尼斯大使 2020年开始担任外交部新闻师副司长 和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今年5月底最后一次主持外交部记者会 星期五国家主席习近平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任命汪文斌为中国驻简报寨大使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报导 星期五国家主席习近平 作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抢险救援 缺口封道工作在下午开始 提拔位于华容院 星期五下午发生缺堤 缺口至少有150米 水流很急 当地连夜疏散了5000多人 到了第二天中午 缺口拡大至226米 以没面积大约47平方公里 数以百计的房屋没顶 救援人员在堤坝 铺设大约10公里的防水帆布 和700多袋的沙包保护堤坝安全 全省已经派出2000多名救援人员 并且从附近院士调动5万多吨的石块 用作堵塞缺口 封道工作下午开始 货柜车将石块堵入缺口 再由推土机填平 因应抢欠工作 华容院境内所有的道路要交通管制 当局出动陆地观测卫星 获取灾后卫星图片 以便即时了解灾区情况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凌晨作重要指示 要求及时疏散和安置受威胁地区民众 全力抢欠救援 又强调各地政府要加强巡查堤坝 及时发现隐患 确保防信安全 财政部等部门 撥出5亿4千万元人民币 支持湖南等省份 做好救灾工作 洞庭湖是全国第二大淡水湖 内地传媒报道 发生缺堤的团周圆 在1996年曾经发生缺堤 缺口宽460米 当时造成14人死亡 堤坝在十多年前完成加固 提高了防洪标准 专家说近日洞庭湖水位持续上涨 在星期四达到最高位 之后逐步下降 说水位罩降 极易引发坍堤等的情况 若果抢救不及时 可以导致缺堤 内地公安部说 近年澳门的换钱党问题严重 幕后金主每年获利15亿港元 同时衍生大量的违法问题 为了规避中国外币 现金出入境限制等的金融政策 澳门出现了非法提供 大额港币兑换的不法分子 即是换钱党 在北京公安部说 换钱党受幕后金主指示 在珠海等的现金营地下 钱庄非法兑换港币 并且用蚂蚁搬家等方式 将港币现金带到澳门 在澳门赌场酒店附近招揽客人 进行港币现金 与境内人民币户口转账交易 幕后金主每年可以获利 超过15亿港元 由于获利封口 换钱党的规模近年急速扩张 公安部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 和澳门警方加强合作 打击换钱党献身的违法行为 上方正破跨境赌博案 澳门赌场杀人案 澳门外港码头特大盗窃案等等 公安部说会加强打击地下钱庄 同时对申请港澳通行证的人士 进行防范宣传 教育出境旅客透过正规的途径去兑换外汇 现在在中国的哈萨克留学生 有大约14000人 有来过中国留学的哈萨克学生说 识中文了解中国 成为回国工作的优势 而北京月营大学今年 也会在哈萨克开始分校 9月将会迎来第一批学生 叶子华在亚斯坦那报道 这个是蒸馒头 里面有南瓜 这个是土豆和牛肉炒饭 Almira在17年前 去到上海财经大学 攻读国际经济语贸易学士 毕业后也曾经在香港生活4年 做过哈萨克语和中文翻译 去年年中回到哈萨克后 在当地的中资基建公司 中田亚欧工作 他说识中文了解中国习惯和市场 成为它的优势 中国去年超越俄罗斯 成为哈萨克最大贸易国 资料显示 上边贸易额达到410亿2千万美元 同比增长32.2% 多了中国公司投资哈萨克 Almira认为是好事 为了促进两地的文化交流 目前哈萨克有五间统治学院 北京语言大学也在这里设立分校 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80年代 外就曾经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 进修中文 我在中国待了差不多八年 所以想念好多东西 想念中国菜 想念中国的文化 想念中国的人民 国家主席 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个月2号国事访问哈萨克期间 托卡耶夫为习近平举行的欢迎仪式 有当地的少年儿童演唱中文歌曲 歌唱祖国 习近平第二日又和托卡耶夫共同见证中 哈萨克文化中心和北京语言大学哈萨克分校 掘牌仪式 该校今年9月将会迎来首批100名学生 母线尼士记者叶子华在哈萨克 阿斯坦那报道 贵州村民之间的体育竞技活动 近年发展成为特色体育盛事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观众 专程到当地观赏 陈卓康去贵州看过 预备 竞技场上建议全力冲刺 母种子选手或者国家队上阵 加油 乡村里面的运动会 观众一样看得投入 加油 源自贵州的川超川BA活动 近年由地方村民竞技 发展成地方特色体育盛事 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 专程到当地观赏 热闹 这里的人顺客 热情 部分男女老少都非常有精 在家里没有这个团队 是没有这么发泄的 这个给了我们这个平台 非常多的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工也好 就是我们在外面 企业里面上班的人也好 他们都请假回来 那么我们感觉非常地震撼 所以就非常想来看看 首届村奥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 贵州熔岗园举行 争切表演节目炒热气氛 晚上的压足足球赛 由熔岗园农民工组成的球队 主场对战明星队 有专业旁述现场直播 双方互有攻守 最终踢成5比3 赛后友谊第一 用土特产的叶火腿交换球衣 我感觉双方都打得还是比较好的 都是我们本地的人比较多 主场这种氛围非常好 给我们提供很大的鼓励 村超比赛的胜质虽然是业余 都有不少的看头 多位前国脚和地方省市的精英 都有落场 为自己的家乡出一分力 主办方期望结合 短视频直播平台 带动贵州的体育经济 通过这样的流量效应 让更多的人认识这里 然后把后续的经济效应 发挥到最大 他相信村澳活动结合即将举行的巴黎奥运 有助带动全民运动气氛 无线电视记者陈昌康在贵州报道 来到最后一节七点半新闻 社工注册局改组 勞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希望注册局能增加透明度 提升认受性 新组成的社工注册局 包括主席和副主席 还有16个成员 在星期五宣制就任 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监 孙玉涵说改组是重回正轨 期望局方能增加透明度 公平公正地处理社工注册的事 对于有社福界认为 政府新委任的成员 不少都是来自大型社福机构 不够全面 孙玉涵不认同 说他们都是以个人身份获委任 如果一个来自大机构委任的人 他只是心是大机构的话 我觉得他不合格 做大机构的另一个好处 其实他接触的社工很多 另外政府早前提出 增加软舍输入护理员的名额 分三年加8000个 增加到15000个 孙玉涵说会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就业 并且研究提供更多晋升机会 至于广东软舍计划 现在有4间院舍参与 孙玉涵透露正在审批另外4间申请 亦跟中山、佛山和广州等地的 内地院舍商讨被香港人入住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希报道 港车北上实施一年 截至上星期 全港有6万4千架单排私家车持相关区可证 即全港大约每7架私家车就有1架参加港车北上 混书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在网接说 外地相关部门优化中 珠海口岸的设施和安排 而香港口岸亦会透过灵活调配人手 在繁忙日子加开私家车、清关亭等应付增加的车流 至于港澳私家车常规配额 香港车配额将会增加到5000个 林世雄说会按需求和实施情况分阶段发法 政府在2018年撥款20亿推行街市现代化计划 翻身或重建6个公众街市 而食环署翻身了2个旧街市 但重开未够半年又出现退租潮 有关住团体就建议政府将部分公众街市 交给社福机构营运提高灵活性 陈先生在美枯丽湾街市卖东南亚杂货 他说街市翻身之后人流不多 一个早上只做得成几单生意 新街市有30个档口 食环署回复说 今年3月有4档退租 之后重新租出 去到5月又有2档退租 但我们去现场看过 有至少5个摊档没有开门 包括陈先生摊档旁边两个生果档 根据食环署数字 截至去年年底 全港74个食环署街市 档位整体空置率是1成6 有9个街市的空置率更加高达3至6成 另一方面 不少私营街市就有很多人帮衬 有私营街市承包商说 为了填补空置摊档 他们会因应需求调整档口的类型 灵活性更加高 有关住团体认为食环署可以考虑将部分街市交给社福机球营运 如果在食环管理之下 我们就看到扭转这件事的情况就不是那么大 以前康民署去管理一些公园的时候 设施还是很一板一眼的 交给海滨事务委员会的 那它的灵活度就会高了很多 他认为要检视各区特色和需要 用多元模式营运公众街市 令街市恢复活力 无线电视记者李永彤报道 在台湾 海基会董事长 前桃园市长郑文燦涉嫌贪污受贿被捕 获准以500万新台币保释 郑文燦下周交捕之后 离开桃园地检柱 他被指担任桃园市长期间 涉及一宗土地变更弊案 昨晚被传照协助调查 经讯文之后 检察官认为他犯罪嫌疑重大 决定将他拘捕 并向法院要求将他揭押 法院裁定郑文燦可以用500万新台币保释 折合大约120万港元 限制居住地点 以及限制出境和出海 郑文燦透过律师说自己没有不法行为 会配合司法调查 希望尽快厘清真相 证明清白 黑猩猩是最似人类的动物 它们除了会用简单的工具之外 科学家还在乌干达发现当地的黑猩猩 在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会找生草药吃 一起看一下 这只住在乌干达森林的黑猩猩 正在这里嘴着一种名为金猩草的缺类植物 之后又去咬对刺藤的树皮 这两样东西既不好味又没有什么营养 并不是黑猩猩日常喜爱的食物 科学家拿这两种植物去化验 发现它们分别具有杀菌和抗炎的功效 而口合的是 这两种植物也有被人类当作草药使用 为了调查黑猩猩吃草药 是出于偶然或因为它们知道草药的功效 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收集这些黑猩猩的排泄物 经化验后发现 吃草药的黑猩猩都有患病 它们最常见的疾病是感冒 而当有不同的病痛的时候 它们也会吃不同的草药 例如有几种植物具消炎作用 当身上有伤口的时候 黑猩猩就会选择来吃 另外有一种树叶可以倒虫 含有这种树叶的排泄物 都找到被黑猩猩排出体外的寄生虫 研究人员统计出黑猩猩常用的草药有13种 当中近九成都有抑制细菌滋生的作用 而这些对草药的知识 很可能是由一代又一代的经验累积得利 再由妈妈传售给下一代 无线电视记者一层为三个道 距离巴黎奥运开幕还有不够三个礼拜 奥祖伟说赛纳河水质一旦没有改善 会采取后备方案 巴黎市政府在星期四公布有关赛纳河的抢球菌 和大场赶菌含量数据 说上个月24至今个月2日这九日有六日达标 虽然赛纳河水质有改善 但巴黎奥祖伟说后备方案 如果在奥运举办期间赛纳河的水质不达标 相关赛事会先压后几日举行 如果情况仍未改善 公开水域游泳的赛事将会转到 马恩河半位以水上运动中心举行 三行铁人赛就改为两行 即是只有长跑和担斜 七点半新闻 报导演 再会